台灣的邪教問題很嚴重 台灣到處都是邪教 而且我們的邪教分成各個領域 你知道有日月民工 就是說兒子被鬼附身 因為不聽話 要所有人打他 活活把他打到托糞托鋼 然後打死 然後邪教 我先把劉煥榮這個故事講完 劉煥榮真正傳奇的地方 有很多大陸網友說 你們警察真的是這樣開刑刑嗎 因為他的拍法是 阮基天躺在棉被上面 然後警察瞄準他背後心臟會 法音會畫一個叉叉 然後對準在那邊開槍 不好意思還真的是 只是沒有棉被可以趴 他那個電影把它拍成室內行刑 我們那個都在北間的靶場 室外趴在沙包上面 然後他趴上去 我記得有一個那個誰 他的心臟還左右顛倒 開三槍打不死 結果就 我跟你講日本跟韓國的邪教更多 賣那個什麼幸福之虎的 然後奧姆真理教 什麼什麼東西